刘诗诗怀双胞胎惨遭打脸,吴启隆不遇真相曝光!网友,青青草原! 说到娱乐圈里面的恩爱夫妻,当然是吴启隆和刘诗诗这一对夫妻的了,然而刘诗诗在04年出演了《月影风和》中的女主角叶峰和而跨入娱乐圈。刘诗诗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,从来不争不抢的玉女形象也是深入人心。 而刘诗诗吴启隆认诗于《步步经心》,两人在该剧中一同饰演男女主角,后来两人因戏生情,假戏真做了。 同时两人也是很快就进入了情侣之间的热恋,但是两人之间的年龄相差了整整17岁,但是也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看好他们两人。 后来吴启隆和刘诗诗两人更是在2016年时,在巴黎岛举行了婚礼。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吴吴启隆是贪图刘诗诗的美色,但是后来吴启隆和刘诗诗他们两人评注对对方的爱,改变了网友对他们两人的看法,虽然两人年龄差距还是在那里的。 不过吴启隆真的很爱刘诗诗的呢?在后来娱乐圈都流传称刘诗诗是嫁给了爱情,而不是金钱。 不过当然了,吴启隆当时为刘诗诗举办的那场婚礼就差不多花费好几个亿了。 如果吴启隆他没有一点的经济实力,如何办一场这么豪华的婚礼? 而就刘诗诗来说,这么多年来他深思还是那么傲人的,不过在近日偶然间在我微博看到他所发的小秘诀,那时才明了他身形那么轻盈的真正由来了,爱美的小编访时半月后也能反手摸肚脐呢? 简直是不思议的呢?无论到哪都是艳压群方。 不过吴启隆在迎娶刘诗诗过门后,也是送出了一个价值两个亿股权的公司给刘诗诗。 但不料的是,刘诗诗竟然让他在一夜之间就缩水了1.8亿,仅剩140万。 网友都觉得刘诗诗太败家了,一夜就不见那么多钱,也是引起网友的猜测了。 也有记者采访过吴奇隆,当时他表示,钱重要还是我们的感情重要。 我们两人工作繁忙很少聚在一起,不生孩子是有原因的,所以我们也在抓紧时间。 短短一句话就可以看出吴奇隆对刘诗诗的疼爱,看来刘诗诗真的是嫁给了爱情了呢。 对于外界的传言,他们俩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,最后我们还是祝福他们两人吧,希望他们能够暂时放下工作,先将生孩子的任务完成了。 毕竟如今的年纪也是不小了,如果还因为工作而继续拖下去的话,到时候吴奇隆就真的不再年轻了。 提问。如果是你,你会嫁给大自己十几岁的人吗? 你觉得刘诗诗和吴奇隆为何婚后一直迟迟不生子呢?参考来源。